周末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A股的表现情况 然后再对下周的市场作压展望 总体来看上周A股表现不错 基本上都是上涨 但在上涨过程当中的板块轮动的速度也非常快 在上周的上半部分基本上是周期股 包括制造业带动市场的赚钱效应 那段时间大部分个股的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到了下半部分周四周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周期股逐渐出现退潮 虽然我们看到上周五指数是上涨的 但这主要是由于大金融包括大消费带动的 那实际市场的话轮动的速度比较快 在这种快速轮动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主力调仓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所以在这个位置往往会遇到变盘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晚间外盘那些情况 整体来说上周五晚间外盘表现不佳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首先我们看美股 美股的三大指数 基本上都是高开低走 最终的跌幅将近1% 都是在尾盘出现跳水的 主要是由一部分利空消息引起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变化也比较大 美元升值比较快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大宗商品基本稳定 欧洲市场这边它收盘比较早 12点附近就收盘了 所以它基本上涨跌互线 理论上的话后面它都有补跌需求的 这是欧洲市场 另外我们看一下富士A50指数 富士A50指数的话 小幅收跌百分之零点四二 那整体的话我们在上周的话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利好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既然没有明显的利好 我们要考虑指数本身了 从指数这个进程来看 我们看这两周A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首先在前面上阵指数这边当然不能代表全部 但指数层面的话上阵指数走的要强一点 为什么因为这两周的行情基本上都是由周期股带领 周期股大家也比较熟悉 煤炭钢铁石油化工化鲜这些主要集中在上阵指数当中 所以我们看上周乃至于上上周上阵指数走的强一点 深圳城指和创业板走势相对较为疲软 其实我们看一下整个深圳城指吧 深圳城指它其实我们看上阵指数刚刚涨了很多 但是深圳城指呢也就这段时间上周走的好一点 前面都是走弱的 创业板呢其实更是如此 那市场的话轮动速度加快 其实反映了市场的资金效应往一个方面去 这也是我们早期跟大家讲到 我们做投资啊一定要顺势而为 跟随潮流 要做就做热点 不是热点呢 其实再好的话 它可能也涨不到哪里去啊 这是一个整个市场的反应 现在大家就比较担心一个问题 它会不会出现一种转折 什么样的转折呢 我们看上阵指数涨的比较好 对不对 前面是周期股带领 如果说下周周期股走弱的话 那市场当中赚钱效应可能依然不是很强 但是考虑到呢 我们这个月是有中秋节和国庆节 节假日比较多 既然节假日比较多呢 像一些大消费的话 可能会跟着动一动 大消费如果动的话 它就有可能拉动指数 也就是说下周指数可能不会太难看 但是市场当中的赚钱效应会非常弱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么下周的话 周一到周五啊 就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五个交易 中秋节过完了之后呢 开市之后呢 它接着就是国庆节 所以这段时间呢 交易日不是很多 在交易日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呢 很难有大的行情 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观点 满上呢 就要到月中啊 月下旧 那相对来说资金面的也不是很好 国庆节前的话 资金面压力一般我们认为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你可以看多 但是要做保守 因为指数有可能真的涨 但是呢 个股的赚钱效应可能不是很好 买基金的朋友呢 可能还可以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成交量吧 我们看一下上振指数啊 上振指数的话 基本上前面啊 是放量的 这是放量的上涨 有的人说放量上涨要出牛市 有的人说放量上涨是主力出货 这里我们不去考虑 因为他这个量能现在已经放的这么大了 我们一个观点放在这个位置 早期的时候我们说到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缩量调整的话 往往指数才能涨得更好 实际当时我们就判断在这个位置缩量 缩量之后呢 然后再放量 形成了一种山谷状 如果说放量缩量调整 再放量再缩量调整 这样的话指数慢慢推高才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呢 没有选择这种情况 直接量能不断增大 指数不断增高 那就相当于类似于冲顶的形态 如果说指数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算冲了的话 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会逐渐减弱 因为我们整个指数的基本面层面的话 很难支撑它今天1.5万亿 明天1.6万亿 到这个位置 它的量能只有不断增加 才能不断上涨 那既然量能不可能不断增加 那就有可能这个指数 也是不可能一直上涨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总结 指数在这个位置 理论上的话 它可能会在高位震荡 但是市场当中 小盘股的赚钱效应可能会比较弱 我们不能这个时候就不能单独看指数了 因为我们根据以往指数的高点 从这个高点过程当中 我们看一下 每一次的高点其实都有一些类似啊 就是在高位震荡之后 其实第一波涨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涨完了 后面的话都是一些个股的补涨 包括一些指数的这个情况 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形态 高位震荡 这个位置同样也有可能是这样 指数这个震荡 然后呢很难大的突破 既然不能大的突破呢 到高位震荡的一定时间的时候 它就会遇到压力 然后走一个震荡向上的箱体 我们正常认为的话 它的箱体都是啊 以上啊 一下的这种箱体 其实我们现在黑股并不是如此 A股现在的箱体的话 它是一种啊 震荡向上 然后呢 它其实是沿着这条趋势通道 偶尔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种深度的调整 但是呢 基本上都是啊 比如说调整的比较多的话 它会拉到这个中周 上涨的比较多的话 它也会拉到这个中周 其实呢 就是一个震荡式的风格 当然了震荡趋势是走好向上的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把握不断的机会 研究一些可能潜在的 这个热点行业 下周的市场的话 我们判断前期走的比较艰难 后期看看可原有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呢 到了下周 周四周五的时候呢 依然不明朗 因为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中秋佳节的前面一两天 资金面比较大 特别是下周四啊 还是要注意 整体来说的话 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机会 机会主要集中在什么呢 集中在低位板块的补涨 这些板块呢 通常在指数大盘回落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会逆势上涨 导致指数在这个位置呢 反反复复 好 我们今天的大盘就到这里 祝点赞者 天天找顶板 再见 好